字幕提供 嗨 各位束褲們 我是陳武啦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今天我們要開箱來自台灣品牌的真無線耳機 X-RUN Versa 前陣子它在募資平台上有著非常亮眼的成績 那我們竟然lag了這麼久 才開始開箱它 就先來說一下結論 Versa是一款在舒適度跟音質之間取得良好平衡的耳機 比它好聽的 沒它舒服 比它舒服的 沒它好聽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盒裝裡面有哪些東西 這就是裡面有的東西啦 有繁體中文的不用看 好啦 不會配對的話還是可以看一下 Type-C的充電線 兩種替換用的耳塞 一大堆替換用的耳溝 再來就是我們的耳機本體啦 Versa在外觀上呢 微霧面的塑膠充電盒 上面中央有著X-RUN的Logo 比較特別的是開蓋是使用卡榫式的設計 而它的耳機本體呢 外側有亮面塑膠 矽膠 還有三角形的麥克風區域所組成 拼接出了滿特別的質感 Logo處是按壓控制的地方 可以切換歌曲 控制音量 接聽掛斷電話跟呼出語音助理 按壓的好處是可以減少誤觸的機會 不過在按的時候呢 可能會把耳機推得更進去 增加對耳道的侵入感 如果要避免這種狀況呢 可以先用你的其他手指頭夾住耳機的上下兩段 把它固定住再進行按壓 耳機上已經裝好的矽膠的耳溝 加上盒裝內附呢 共有三種尺寸的耳溝 就算你耳朵小也可以輕鬆的佩戴 甚至還附了一個沒有耳溝的矽膠套 整體外觀上啊 我覺得它的充電盒有打造出圓潤的質感 上面也比較不容易沾染指紋或者是刮痕 至於開蓋是卡榫式設計 不是磁吸這一點其實又好有壞啦 雖然你覺得它開蓋上可能麻煩一點 不過在收納的時候呢 你也比較不用擔心 它會自動把蓋子打開噴裝 兩種顏色的耳機呢都各有特色 像是黑金配色 帥 白銀配色呢則是低調 像我Z本來是黑色拍的 不過當我這次摸到白色的實機以後呢 覺得它好像也滿適合我這種英俊有為清廉的 尤其是可以襯托出我的唇貼還有質 那Versa有哪些特色呢 它採用藍牙5.0 使用的是高通QCC3020的晶片 並且有支援TWS Plus 耳機本體有8小時的超長續航 搭配充電盒則是可以來到32個小時 充電盒還支援7無線充電 這時候怎麼能不使用Xperon自家的 無線快充充電板呢? 好看好快 啊! 耳機還有IP67的防塵防水 一般運動使用 甚至不小心掉到水裡都沒有問題 而且當湖中女神問你 你是掉金色的耳機還是銀色的耳機的時候 你都是個誠實的孩子呢 配戴感呢是這款耳機的重點之一 Xperon在這方面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讓Versa可以適應95%以上的人的耳型 耳機的重量為4.5克 你戴上去的感覺就是 耳機快要從你的耳朵裡面隱形了 因為它夠輕夠舒服 原廠的耳塞呢不僅舒適度高 而且還有良好的隔音性 因為佩戴起來夠舒服 所以Versa是我近期使用了這麼多款耳機之後 使用率最高的耳機 甚至還被我拿來當作睡眠的耳塞 撥白噪音睡午覺 因為很多的高階耳機都會做得比較大顆嘛 你戴著睡覺就容易覺得卡卡的 但當你睡覺起來呢 你的耳朵就會爆痛 然後耳機也不知道飛到哪邊去了 而Versa不僅可以勞勞地掛在我的耳朵上 它的侵入感真的很小 對我來說我用最小尺寸的耳溝 就算長時間佩戴它 連續聽音樂聽好幾個小時 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盒裝內還另附一種Spinfit的耳塞 這個貴的喔 它可撓式的設計 讓耳塞塞進你的耳道後 前方還可以轉彎去適應你的耳道形狀 是再提高舒適度的另外一種選擇 還會帶來聲音上的改善 這我們下一趴會講到 Versa的聲音表現究竟如何呢 它有6AM的渡泰震膜 跟aptX的藍牙編碼 原廠直接附上頻率響音曲線還有瀑布圖喔 超有誠意 所以這款耳機它的聲音特性 我們光是看圖就可以有個大致上的了解 實際聽起來呢 可以用兩個字總結 淘洗 它的高頻拔高 會讓弦樂跟鋼琴聲變得更加突出 而且量還控制得不錯 如果再多拉高一點點 就讓你覺得太刺 再靠近一點點 就讓你牽手 人聲居中比較收斂 氣流聲音也比較明顯 而低頻上跟高頻一樣 亮感討喜 可以感覺到不錯的打擊感 不過下潛就比較普通 它在橫向不寬的音場之內 有著不錯的分離度 這些是使用原廠隔音耳塞的聽感 如果換成SpinFit耳塞的話 低頻會比較收斂 高頻的凝聚力則是變得更強 有在玩入耳式耳機 應該對於SpinFit不陌生 除了可以旋轉的高舒適度之外 對聲音的改變也有明顯的效果 原廠願意直接付給你 否 建議大家就可以自己替換看看 去體會一下這個差異啦 在這個小體積跟價位之下 可以把聲音調成這樣 我覺得XRound是真的下了滿多的功夫 他們完全知道說 什麼樣的聲音呢 會是消費者喜歡的聲音 所以VERSA帶給我的感覺 就像是藤原拓海開著的AE86 技術點好點滿 Deja Vu! 而在通話表現上 VERSA的高通QCC晶片 自帶的CVC8.0通話降噪 聽起來的聲音偏比較厚實 人聲是這樣 背景雜音也是這樣 你不會有四耳的感覺 而且背景雜音 也不會影響到你講話的聲音 那如果用它來聽別人講話的話 那個預設的音量真的是超級大聲 所以記得第一次用的時候 把音量調小聲一點喔 那VERSA整體的通話表現 是非常OK的 至於它的延遲表現呢 看影片算是可以感覺到微微的延遲啦 不過不到嚴重 就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最後就說一下我們的結論吧 Xperine Versa的價位呢 是3490元 這支影片上傳的時候呢 它應該是預購價3190元 那VERSA有著8小時很長的續航力 IP67的防塵防水 舒適度跟音質呢 也取得了一個絕佳的平衡 如果你是想要輕鬆舒服的聽音樂 而且是長時間聆聽的話 它會是你非常值得考慮的選擇 我的百萬網友 也都是這麼說的呢 那麼這麼好的耳機 我們就隨便找個人 抽了它的無線充電板吧 抽獎規則記得看一下 以上就是我們對這款耳機的介紹啦 大家如果對它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到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喜歡我們這部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Facebook、IG、科技網站 跟蝦皮賣場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